各位觀眾朋友早安 週秋假期 有沒有想好 要去哪裡玩了呢 其實跟昨天比起來 今天雨區整個都是減少 而且變得很局部 可能只剩基東北海岸 東半部地區 有一些零星局部短暫降雨 我們從衛星雲圖來上可以看到 這個原本的第27號颱風鳳凰 它現在已經轉落 在今天凌晨已經變成一個熱帶新地區 而且它逐漸越往北走 整個呢 力道是越來越弱了 因為主要就是它越往北走 這個海水的溫度是不利於它的發展了 因此它現在是逐漸的快速減弱當中 而且它越往北走 這個影響台灣的程度是越來越小的 尤其在今天開始 就可以明顯感受到 只剩基東北海岸 還有東半部地區 有一些零星的局部短暫雨 整體來說 天氣是比較慢慢的恢復穩定 更比較晴朗一些 來看到地面天氣圖的部分囉 那麼可以看到 已經轉為熱帶性低氣壓了 但是要特別注意的是 現在的風場來說 週末來說會比較穩定一些 但是到了下週一開始 這北方的冷高要有一波要下來了 因此會帶來比較強 而且濕氣比較重的東北風 但是到了下個星期三星期四開始 又會有一波比較乾冷的空氣下來 因此要特別注意 那麼今天的部分降雨狀況如何 來看一下定量降水預報圖 可以看到現在整個雨區分布 已經減緩很多了 而且水氣明顯的減少非常多 只剩下基東北海岸部分山區 以及這個東半部地區 或者一些零星局部的降雨 尤其到了晚上 是更為減緩的狀況 因此在今天 可能就是北部地區 東半部地區 還是要這個帶把傘 但是整體來說 這個雨不會下到太大 可能稍微有一些毛毛細雨 來看一下今天 一整天的天氣狀況囉 北部地區降雨機率20% 高溫的部分有機會來到27度 中南部天氣放晴囉 降雨機率都不太會有 那麼高溫的部分都有機會來到30度 東北部地區要比較注意的是 還是為一些降雨的狀況 降雨機率40% 高溫的部分有機會來到28度 那麼東半部地區 可以說是今天 稍微比較會下雨的地方 降雨機率30% 高溫的部分有機會來到28度 那麼外島的澎湖金門馬祖 也是整個都是晴朗穩定的好天氣 天氣走勢的部分 帶各位來關心到的是 接下來一個星期 天氣變化是怎麼樣呢 特別提醒您的是 今天在北部地區 東半部地區 還是會有稍微零星局部的 短暫降雨 但整體而言 就算下下來也是毛毛細雨 影響不會到太嚴重 因此呢 今天這個週休假期 可以是蠻適合安排出遊走走的 但是要特別注意的是 下個星期一開始 雖然現在呢 天氣慢慢的比較穩定 比較趨緩 但下星期一就會有一波 比較帶著充沛水氣的 東北風來爆到了 因此呢 整個溫度方面會稍微的降低一些 但是呢 幅度不會到太大 但是要特別注意的是 這一波東北風 帶來的雨勢會是比較多一些 因此呢 到時候在北部地區 還有東半部地區 包含淫風面的地區呢 就會有比較明顯的雨勢 要特別的留意 但是呢 要更注意的是 到了下禮拜三 晚上到禮拜四的清晨 大概就會是下個星期 最低溫的時候了 而且呢 像是北部地區 還有雲江南等空曠的地區 這個氣溫呢 低溫有機會來到15度 甚至部分地區 還有機會來到13度的低溫 因此要特別注意的是 下個星期呢 從禮拜一開始變天 到禮拜四呢 整個是轉為乾冷的天氣 這個時候 低溫就要特別留意了 幾個小低迷 特別提供給您 要注意的事情呢 是基隆北海岸 還有東半部地區呢 今天由於受到 雖然說已經轉成為熱帶性低激壓的 原本的27號颱風呢 它轉弱了 但是呢 還是在沿海帶來的長浪 因此海邊活動要特別留意 再來就是中南部地區 日夜溫差大 要記得穿件外套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氣象資訊 提供給您